新竹縣竹北市啊 昨天宣布 你只要在12號以前呢 把戶籍設在竹北市的話 就會加發6000塊的民生紓困金喔 欸很不錯耶 對 那因為他其實昨天宣布嘛 然後又到昨天為止 所以昨天呢很多人呢 就是趕緊這樣子 跑到戶政書手去 有沒有看到這個人潮 真的是把戶政書手給塞爆了耶 感覺得到大家的熱情 對 可以說是竹北的6000之亂 那因為真的太多人嘛 所以那個戶政人員是連夜的加班 最後結算呢 成功遷入的人總共有853人 比原本的支出呢 還多噴了511萬8000元 竹北市公所為減緩疫情 所帶來的經濟衝擊 沿裡發放民生紓困金 而12日也正式通過 只要在112年1月12日 含當日前 涉及於竹北市的民眾 就可以領到6000元民生紓困金 總計將發放12億7000萬元 消息一出 不少人狂奔竹北市戶政事務所 就是希望可以在12日更改戶籍地址 排隊人數更飆迫千人 那因為我的戶籍一直都在台中 那其實住竹北雲戶很多年了 那知道就是市長上任的時候 有這個德政 那想說至少都要簽回來 就趕快簽回來 謝謝市長 市長政朝方表示 竹北市財政穩定稅收權限第一 市庫結於近50億元 在市庫行有餘力之下 公所秉持照顧市民生計 並提振消費振興地方經濟 決於發放紓困金 京都方考量發放條件 將不分年齡不排富 涉及市民皆有 預計全市近20億萬人受賄 並提供兩種申請方式 包含醫化線上申請或是提發報 那其實除了竹北之外 其他的縣市鄉鎮也有宣布加碼 帶大家一起來看 像是彰化市 他也加碼6000元的現金 只要你是符合70歲以上 涉及6年以上就可以來領取 另外在澎湖縣部分 是加發5000元的現金 那符合資格是年滿65歲 涉及3年以上 這兩個是比較針對這個老人家的部分 對那再來這個竹北市 就我們剛剛說的 你只要在昨天 也就是今年的1月10號以前 涉及的話就有6000元的現金 那剛剛有提到 其實大概有幾百人 其實都有成功的這樣簽入了 也恭喜他們 可以拿到這6000元的現金 這個可以拿到現金來過個好年 是沒錯 那其實去年碎收超增 其實總共達了4950億元 創下了史上最大的超額數額 那也比原先預估的4500億 多了450億 外界就很關注了 除了說要發現金6000元之外 是否還會再加碼呢 對此財政部代理部長 阮清華表示不會再加碼 4950億跟先前 預估了4500億 這中間的差額主要就是 依所得稅法 營業稅法的規定 一定比例要撥入中央的特種基金 如剛剛阮代理部長所舉例的 長照基金等 那這些金額是撥到那邊去了 那中央可運用 因為撥到帳戶要專管專用 不能拿出來做其他使用 中央可運用了 還是3800億左右 所以這個規模不會因為 最近大家聽到了4900億的稅收而有變化 農曆新年要來啦 這個時候很多人都會到年貨大街上面 來採買一些過年會需要用到的食材 但是用這些現金交易的時候 大家一定要睜大眼睛看清楚 因為最近似乎有一些 百元的假鈔流入了市面 而且應該就是 就是我們螢幕上面這兩張 看起來是不是真的是一模一樣 我真的看不出來耶 它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嗎 我覺得根本就一樣啊 讓我娓娓的到來來告訴你 這其實是有個故事的 是有一名女業者表示 他當時在幫客人收上的時候 其實觸感的時候 就覺得摸起來有點怪怪的 但因為當時非常的忙碌 所以他就沒有多家查站 他就收起來了 只要他要下班的時候 還想到這件事情 再趕快把它拿出來看 就很仔細的比對之後發現 上面的這張真的是假鈔 上面這個是假鈔嗎 對 那他其實很仔細的比對之後 他發現就是 看起來一模一樣 那其實在這上面 他寫的是玩具紙鈔 在這個圈起來的地方 真的耶 你這個沒有細看 完全是看不出來 玩具紙鈔耶 對 那也讓這個女業者 非常的生氣 他說真的不要過度信任客人 那如果在我們消費者的立場 就是呢 譬如說我們搭計程車的時候啊 或是找錢的時候 可能對方他也不知道 對 拿錢的時候 最好還是稍微注意一下 比較好 不然這個玩具紙鈔 真的是看不出來的 那尤其是剛剛他有說 因為其實摸起來的那個感覺 觸感不太一樣 對 所以如果你真的覺得 這個紙鈔摸起來 跟平常不一樣呢 注意看有沒有這個玩具紙鈔印在上面 對對對 搞不好呢 這個 你一發現呢 就可以立刻跟他換一張 對 沒錯 好 那接下來呢 讓我們來看到 最近非常紅的流水席之亂 現在呢 竟然金爆可能是造假的哦 那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除了呢 被網友質疑 他的創作者就是跟 常常在上面發文的公主愛徐老師 可能是同一個人 而這個人呢 也就是在匿名公社裡面 常常幫網友整理懶人包的網友 近日在網路上 吵得沸沸揚揚的流水席之亂 現在竟然被爆出 這一切 有可能都是假的 一名網友在底卡上 以我知道Kelly是誰 為標題發文 並指出流水席系列文章 不管是這位準人妻 小姑還是未婚夫 都習慣使用 頓號 句號 點點點 等標點符號 並喜歡在最後加上一些表情符號 這位Kelly A aka 輔大陳若宜 更被懷疑 和原本在匿名公社 也很紅的公主愛徐老師 根本就是同一個人 兩個人都有公主病 且都是很仇女的創作文 甚至連整理懶人包的網友 使用標點符號的習慣 也和這位Kelly A 一模一樣 而且Kelly A的特徵這麼明顯 高中讀女校 號稱輔大陳若宜 假ABC 是高雄某退休里長的準媳婦 以台灣鄉民的力量 怎麼可能肉搜不到 甚至都沒有人出來 在指證Kelly A到底是誰 種種原因讓原本懷疑 流水席事件根本只是創作文 天文一出 不少網友也都留言贊同 表示 我也覺得是創作文 整件事情都很假 究竟這流水席之亂是真是假 恐怕只能等Kelly A 自己出來解釋啦 到底這個流水席之亂 是不是幻想文呢 就有網友列出了十大底點 那指一說根本就沒有輔大陳若宜這個人 在十項疑點當中 最讓大家有共鳴的就是輔大陳若宜這個名號 如此響亮 既然事件已經鬧了這麼多天 為什麼都沒有同校的人出來認清 加上小姑出來透露高中讀女校 那為什麼沒有說是哪一間 但又卻可以說大學讀哪一間 另外網友也指出現在85年次不太認識陳若宜 根本不會這樣稱呼 而且85年次匿名爆料首選 並非是臉書的匿名公社 應該要是Dcard才對 還有超重要的一點 就是這篇文字語氣內容 真的完全沒有85年次的影子 倒是很像是40多歲的人